老远我就看到这里有一只长得像开饭的松鸭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它 果然是它 你在这里干啥呀 刚刚是吃了什么好吃的 还在这个竹竿上擦嘴 还亲一下我的手机 这咋变成啄木鸟了 嘴巴这么长 原来是我看错了 一直给我盯着 是在暗示我给你拿什么好吃的吗 可惜我没带瓶子 你在这等一会吧 我现在回去了 你看这家伙 它跟过来的 我走一步 它在这上面给我看着 直接跟着我回来了 开饭 下来了 来 来 来 你想要自己开吗 动作非常的熟练 它本来打算把瓶盖在盖上 现在掉地上去了 每次都不忘打包一点 藏在周围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南雀发现了 它肯定是不会再藏了 你这身在哪儿学了什么鸟叫 看样子刚刚是面包虫吃的太多了 腻住了 出来掉了点泥块在这吃 鸟类时不时的吃一些沙石泥块 可以帮助它消化 这在哪里又捡了一个板栗 这一次它学聪明了 叼到楼顶来了 万万没想到 它把吃不完的食物 全部叼到楼顶藏在这些缝里面 这一次南雀肯定是发现不了 虽然南雀的攻击性比松鸭要强 但是在智商这一块 松鸭肯定是更胜一筹